好 請基本上 站起來 等一下 這頓啊 我們用靠個鞋子 鞋子有沒有靠個鞋子 鞋子有沒有靠個鞋子 鞋子 好 對阿 對阿 好 然後去感覺一下 我現在把重心放到你的右腳 對 然後重心放到你這樣 就這樣 對 所以他還是有點重心感 重心轉換的感覺 對 如果重心是 右腳 好 還有樓上 對 OK喔 好 那我們現在把滴滴倒 等一下會動 現在不會動 哈哈哈哈 等一下阿先把他動 不然你會甩掉 先等一下 對 我們現在不擔心 我們現在不動 好 好 然後你現在就是和我們慢慢的 想教我剛剛說的 區鞋子 對 對 HOLD 讓他到底沒關係 好 然後 平行 然後換邊 對 然後HOLD 然後變成中心 對這隻腳 OK 好 OK 不錯阿 Juice 欸 OK 好的 我習慣熟悉一下那個 因為其實第一次上帝 你都需要去熟悉 這個軌道給你的感覺 就是什麼 因為他那一件是你的動作 然後精細去模擬 然後變成什麼 其實是動的 對 因為其實翻的就是一點點 然後你試試看 你兩腳要一直弄喔 對 你的膝蓋是一夾 對 對 當你翻的越 翻的角度越大 他的動的時候會越快 那因為我現在幫大家調的站姿 比較寬一點 對他來說 對他來說 適合再窄一點點的站姿 但第一次上帝的話 我還是建議可以先低一點 快一點的站姿 因為會覺得兩隻腳的空間 比較大 你比較能夠過這個動作 那如果太窄的話 他可能會被自己建立出來 可以嗎 慢慢瞅間再好 然後蹲地一邊邊 對 然後試試看 動腳動 對 對 OK 然後慢慢接 好 然後慢慢把它連換起來 對 然後換 然後回到中間 平把 旁邊 平把 旁邊 對 對 因為這比較寬的關係 你也會發現到說 喔 他的膝蓋 就是有一點點夾腿 所以你試試看 把你的兩隻手放在中間 不會太難 好 試試看 好 對 對 對 讓你這間之間 比較遠一點 放在旁邊 對 對 然後一點 對 然後一點 在旁邊 不會啊 你會找旁邊 忘記嗎 哈哈哈哈 然後再換旁邊 所以你會發現你在旁邊 你的腳沒那麼夾的話 他旁邊會更乾脆力 對 對 或者現在試試看 你的手 上面 腳會碰那一種對不對 對 所以這邊是外的腳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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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沒有發現他剛夾腿的動作越來越消失了 然後你要去習慣他 對 然後在每次進人位移的時候 然後重心還這樣在外角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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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所以你就可以去慢慢去感受它 我這樣肌肉要弄多少、腳要開多少 然後慢慢你頭抬起來去看前面的水面 它其實也在做過彎的動作 你想要算小一點、大一點 然後或者是等一下可以開一個小的給你慢慢看 那它有比賽的賽道 就是剛剛那個是基本的鏈子 就是基本的那個固定型的一個旗桿式 那或者是說就是也會接一間比賽賽道去玩機實賽 這些是記憶的有趣味的部分 那我覺得更多的就是平常我主要在上面自己去想 動作應該要回復住這樣 好啊 好,那你慢慢躺,你先沙腰 然後感受一下我幫忙回我的手 回出去再感受一下,再維持住 對,很好啦,換邊 對,換邊 你會發現它手插回去它的腰之後 它的夾腿動作沒有回來 代表它的肌肉記憶開始不在 好,那我們加速一下那個感受一下這個 板子會惹動的感覺 你回到中間這邊板子 對,好,然後把你裝在外面 對不對 好,你試試看就是左右有時候 就是你的 你讓你的這個下面板子左右移動 對,然後這感覺 我身體就中間惹動 你回來一點 對對對,不要裝好,所以你才跑 好,我幫你再跑 好,回來 好,回來 趕快,然後換 回來 換 對 因為你急著這隻腳沒有力量 對 對 它的右腳力量很明顯 所以它會一直往那邊噴射 有沒有 對 哈哈哈,一哈月圓 掉下月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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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過去的時候 你的左腳要接他翻起來 那個右腳很會做這個動作 按左腳可怕的時候可以 對 你在試試看 在試看 你可能抓到魚棒的感覺 對 所以好按左腳 左腳力 對 好,左腳 好,左腳 好,親一下 親一下 他就需要多注意他的脖脚的练习 好 他先这样 好 这样 这样 好 这样 好 好 好 这样 好 好